六点看新闻 今天是2009年11月22日星期日 大家好 我是天旭 欢迎收看高清与标清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 经过夜以继日的抢险救灾 新兴煤矿井下通风系统已经全部恢复 救援速度大幅提高 截至今天中午12点 搜救人员已经对井下90%的工作面进行了搜寻 共发现87名遇难者 仍有21人下落不明 目前救援工作主要围绕着恢复通风系统散开 因为井下只有正常通风 将地面的新鲜空气进入井下 才能增加幸存者的生还几率 截至22日40、30分 井下通风系统已全部恢复 保证了救援人员安全施救 为加快救援速度 目前国家已经调集国内及黑龙江省煤矿方面的专家 20余人现场参与制定救援方案 又从基西 双崖山 七台河等地调集160名专业救活人员投入救援工作 以先后向井下派出19组搜救人员 共计240余人 另外记者还了解到 在瓦斯爆炸前成功升井的250人 是在通风区瓦斯园的带领下升井的 在升井过程中 有6名瓦斯检测员牺牲 瓦检员负责检测井下瓦斯浓度 在这次事故当中 检测员范明华一人救出了 我这果断的就是把17号16号 16号绝境队的工作人员全部撤除了 人到危急的时候就忘了害怕了 包括17号和2号把我联系了另两位瓦检员 我们同时把所有人员一起疏散出来 按照事先我们的必然路线安全地撤离了 矿难事故发生后 新兴煤矿矿长 副矿长 总工程师已经被撤职 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由独职清泉检察厅派员 介入事故调查 当地的善后工作也已全面展开 北京台综合报道 下周三开始 北京出租车开收一元燃气附加费 澳大利亚又有一所私立学校倒闭 23名中国学生面临失学 恶劣天气袭击土耳其 民宅瞬间被山体滑坡掩埋 迈克尔杰克逊生前标志性白手套 35万美元天价拍出 全法高跟鞋接力赛总决赛 穿上8厘米以上高跟鞋 看